最重要的是有人谈论 有人谈论这个产品就能够保证 有这个市场的这种亮点 对 热度 商人城府 谈论的人多了 可能大家真的就更有功能 对啊 但是不知道了不了解 我们雷州办的有一道菜叫白蟹狗 对 我听说过 但现在很多 从来没尝过 雷州人吃这个白蟹狗呢 是一定要吃辣椒酱 必要吃辣椒酱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 雷州吃辣也是鸳鸳有长 我们这个是改良性的辣椒酱 那广东的辣椒 是一宿派辣椒酱 南派辣椒跟其他的有什么不同 少林要南北啊 功夫要南北 对 对 可以吧 广东人也不省油的 很多油的辣椒酱 对 也有它的味道 我们里面可能很多油 真的不省油 一点都不省 为什么不省油呢 因为我们这辣椒酱没有犯天虾计 全部靠这个油来把它密封 封住了不干外面 有发生涨化 接着就是导致 所以这个问题上是不省油啊 一定多给点油才行 对对对 明明中很乎 对 已经是这一点 就是你出来的 那么陈唐国这样 对啊 可能还在于那种感激不速的心肝 实际上南方人不吃辣这个说法 我觉得有点啊 其实真正吃辣的是南方人 我们说的南方可能很多时候是以广东这个我们说南岭吧的话 是广东人的概念啊 对对对 应该一年应该就是广 我们的湖南湖北湖南吧 广西 贵州 这个都是南蛮地带啊 是吗 都是很多张戏啊 比如诸葛亮去打仗的时候 不是很多张戏很湿啊 我们管工都要管湿啊 对啊 管工都要说湿 要喝凉茶 吃辣椒也起到跟凉茶的一起同工之间 对对对 他也是虚吃的 对 是对身体有帮助的 很多贵州苗族啊 很多住在山里面 都吃辣的 都吃辣的 不吃辣的 吃不了啊 这个辣椒酱 中国大江南北很多不同的口味 是 您这个 这个宫是 茂德宫的辣椒酱 怎么刹出一条辣 辣椒的血路 茂德宫香辣椒 从他出生一开始 我都讲了 他出生 从他出生的一天 就应该是辣椒之中的贵族 对 所以我们研究了 四川的麻辣 哦 还有湖南湘西的 以湖南湘西贵州为止的香辣 哦 这个会做的研究 最终我们结合我们广东人 跟南派辣椒酱的一个 体现一个拓点 跟我们当地的一些土特产 嗯 我们 他就走了香的路线 哦 以香 以香为主 突出它的香 变成这样的香 是很自然的香 哦 所以我们配以我们 当地的雷格半岛的 特产的 海仪仔 哦 砸了之后非常香 我们相信 其实有很多技巧性的东西 对 过多反而不好 对对对 所以我们比较老实 也就是我们 从茂德宫三个字 所拥生回来的 真 上 美 真 你就OK 真真 真实性就OK了 所以我们茂德宫香那将呢 主要是突出它的真实 所以香的可能不仅仅是 这样的本身 嗯 可能还在于那份 感情 突出的性感 对对对 是可能我最终 我这个茂德宫那将能卖出来的 嗯 可能靠的 当然也有市场 硬做这台的功劳 对对对 但可能更关键是我坚持了它的真实 嗯 嗯 有可能是这样 明明中可能会 对对 你坚持这点了 你就能出来 对对对 对对 哇 想不到 然后采理油盐 降醋茶 这么基本的事 里头学问还什么 行啊 来 那么陈唐国 敬离一辈啊 嗯 啊 今天那个西欧 实话实干 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啊 我们改天再请陈总来 再谈得深入一点 好 谢谢 谢谢